今天有志秋为您带来12月4号的环球军情榜 来看大家都在关注哪些话题 我们先来关注一颗星的新闻 据美国之音广播电台30号报道 由日本主办的年度联合军演 今年从11月21号到11月30号在菲律宾海举行 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及德国五国海军 皆参与了此次联合高端战术演习 演习课目包括通信战术演练、反潜作战、空战演练 海上补给、跨舰甲板飞行演练及海上拦截演习等 我们再来关注两颗星的新闻 日本经济新闻12月1号报道 日本正在计划升级并扩展其巡航导弹能力 以打击1000公里以外的目标 并拟在2020年代后半期部署此类导弹 此巡航导弹可以从陆地发射 也可以安装到战斗机和军舰上 能够跟踪目标并更精确地打击 我们再来看三颗星的新闻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台湾明年度防务预算在台美军售案支出方面 共编列约263.3亿元 在该项预算中的持续执行计划部分 执行F-16AB型战机性能提升 及星型坦克等20案 另外新增高空无人机系统 及F-16星机远距精准武器两项计划 我们继续来关注四颗星的新闻 英国路透社独家报道披露称 至少有七个国家的防务公司和相关专家 正在秘密协助台湾地区自制潜艇的计划 被点名的国家包括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韩国 印度 西班牙和加拿大 多数国家目前未作出回应 美国用一贯的维持台海稳定说辞狡辩 韩国则火速澄清 并无此事 最后来关注五颗星的新闻 据《环球时报》12月1号报道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在一场线上演讲中扬言 台湾有事及日本有事 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1号的例行曲者会上表示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罔顾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 公然在台湾问题上胡言乱语 指手画脚 妄议中国内政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以通过外交渠道提出严正交涉 以上就是《环球军情榜》的全部内容了